歡迎收看庶民大頭家 來看到這個黃仁勳 現在說要討一百億度的綠電 說有一百億度綠電 就來台灣投資 經濟部長一秒立刻喊說 我們能給 既然這樣子 那我們不是綠電淹腳木嗎 那還需要到菲律賓去種電嗎 另外先前卡神 綠網軍害死了外交官 但大法官現在釋憲 結果出了說這個是言論自由 藍茵就感嘆了 憲法法庭難道是專門製造災難嗎 我們都要一起來討論 問家來賓 第一位是前立委鄭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員洪孟凱 大家好 立法委員羅志強 大家好 以及資深媒體人董志深 大家好 昨天葛奎跟經濟部長到立法院 去展開能源配比的報告 郭智慧部長就被問到說 黃仁勳現在可是開出了 回台灣投資的條件 他說給我100億度綠電 我就回台灣來投資 但沒有想到的是 郭智慧二話不說 馬上說沒問題 他開出條件 我就可以給他 哇 好豪氣好大方 但張綺凱文聽到都懵了 他說台灣的綠電 也不過就只有200億度電 那黃仁勳如果一開口 要走了二分之一的話 那怎麼了得 我們的綠電其實大部分都是 已經被台積電給買走了 不要隨便亂承諾人家 結果郭部長還說 因為以前不是我做部長 不能夠拿來做比較 接下來還贏了一首詩 他說山徑越遠 絕越小 變道此山 大漁越 都是個人看法的角度 不同的問題 好啦 講這麼多也沒有用 重點就是 其實2023年 全台灣是產出 總共270億度的綠電 所以呢 其實大部分都被台電 跟台積電給買走了 真正進到市場去自由交易的 只有17億度電而已 那他要100億度電 請問你 這落差到底在哪裡 可不可以 請部長告訴大家呢 好啦 這個作家飄浪倒雨 就直接諷刺了 他說沒有關係 你看光電 一公頃的農地啊 每一年的發電 就有100萬度電啊 那110億度綠電 很簡單啊 我們只要再開發 1萬公頃的農田 來種電 不就好了嗎 那台灣的農地 號稱有77萬公頃嘛 所以我們不需要 到菲律賓去種電 我們再繼續好好開發 我們台灣的農地 不就種出來了嗎 天啊 那到時候真的是 全台灣到處都是 光電版了嗎 好啦 那麼事實上呢 美國總統選舉啊 越來越靠近 大家都很擔心 看起來 川普要挑選了 他說台灣偷走了 晶片的生意 只要呢 我要用這個關稅 來威脅的話 台灣呢 就會自動跑到 我們美國來設廠啦 好啦 那麼此話一出呢 AIT處長古力言呢 又說呢 其實啊 台灣缺水又缺電 這才導致台積電 被迫到美國來投資 又不是我們逼他的 好啦 那這些國際上 大咖的說法 難道不需要來 導政視聽嗎 我們的卓奎 被問到這個問題 怎麼回答呢 他說政府一直確保 我們的產業用電無餘 對於民主供應鏈的夥伴呢 我們也做這樣的承諾 還說台灣的水電 不會有問題 那麼這個領先世界的 半導體產業 是我們自己發展出來的 那難道不需要 向川普來抗議嗎 好啦 結果呢 部長怎麼說 他說那個是川普講的 川普又沒有問我 我支持 那個大家應該要支持 蓋電廠啊 那就是支持我們的半導體 在台灣發展 如果大家支持 護國神山 那就請支持台電 好啦 要支持台電 才叫做支持護國神山 是吧 那是誰帶頭 在反對台電呢 那不是綠營的立委嗎 郭國文 林俊憲 一個個跳出來開技 所以會都反對 台電在台南 其他的綠定業者 在台南蓋燃氣電廠 不是嗎 難道 這是綠營現在要帶頭 來反台積電了嗎 好啦 我們看到執政八年 其實我們非核家園 綠電占比 一直無法達標 難道真的像我們的經濟部長講的 換個人來做 這個綠電發電 可以一夜之間就一飛重天嗎 那民進黨現在也是吹捧說 綠電的滲透率已經破三成了 每三度電就有一度是綠電嗎 既然綠電已經多到燕角 我們幹嘛還要等到 什麼要去菲律賓種電呢 你乾脆叫黃仁勳 現在回台灣來投資不就好了嗎 這個志祥怎麼看 事實上 我覺得這個 在國會 這個 說謊話都沒事 那所以郭智輝 兩百億度的綠電 他說他可以說 我給你那個 我給你那個黃仁勳 給你這個一百億度電 說大話 也沒什麼了不起 所以 當大法官說 官員在國會 說謊話都沒事的時候 那經濟部長說大話 那有什麼了不起呢 我甚至覺得 我覺得現在郭智輝的表現 我覺得他的官位 應該是越來越穩了 因為我幾次跟他質詢 他第一次質詢 他是我看過最誠懇的官員 我後來跟他質詢 我發現他真是越來越皮了 民進黨那些 傲慢的話術 他通通都學會了 我舉個例子 民進黨的光電 講白了就是一場 撈錢的騙數 他的所謂的那個綠電 就是撈錢的騙數 我曾經對郭智輝 質詢那個離岸風電 離岸風電 當時大家也知道 就是為了要 去做離岸風電 他給了非常高的短購價格 就拿人民的錢來補 其中有一家 就是拿了將近 四百億元的利差 那個短購價格的價差 政府給他四百億的利益 就對了 結果他這個空手套白狼 政府說我給你這麼大的利益 你不准試股 結果他後來是短短幾年 把試股全部賣光光 經濟部只罰他三億而已 四百億的利益 他罰他三億 那我就問 我就質詢郭智輝 我說你們四股的會議紀錄給我 結果經濟部給我三份會議紀錄 實際上是四份 其中有一份說要罰他 十九億加四百億的利差 他那一份不給 剩下三份還給你塗黑 那我就最後亮出那一份 崔少仁給我那個 關鍵的那一份 是我自己拿到的 經濟部不肯給的 我說你為什麼給我這一份 上面主席就曾文勝 你知道郭智輝怎麼回答我 你真的要佩服他 證明你講當官很穩 他說你這一份上面就有 曾文勝的名字沒塗黑 你那一份沒有塗黑 那你自己不會去找另外三份 不用我們經濟部給 你可以找到另外三份 沒有塗黑的 這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經濟部長 他的那個完全學到 民進黨那一套囂張 然後我今天質詢郭智輝 他也非常好笑 我說觀音 對不對 承受這麼大的污染 就三家SRF的那個發電廠 要設在觀音 當初政府給他們承諾 全部跳票 然後這個電廠能進去 就是因為經濟部給的推薦函嘛 然後他說推薦函是經濟部給的 但是沒有法律效力啊 意思是說什麼 今天我幫董哥做媒人 對不對 結果呢 董哥逃老婆 實在是不怎麼樣的時候 我跟你講 我牽線 沒有法律效力啊 我不用負責任 那是你的事情 有時候郭智輝到今天這個狀況 我覺得他真的是越來越像民進黨的官 但回頭我還是要講 民進黨說真的到現在為止 那種說大話的官員 其實大家能信什麼 蔡英文答應 2025年非核家園 他的綠電給大家的目標是多少 是20% 你現在綠電的目標就是10%而已 達標10% 明年就2025年 馬英九交給你的是5% 所以這8年 他就是多了5個百分點 那我想請問你 他8年多5個百分點 一年就會再拼到10個百分點嗎 那你就不能不佩服民進黨 民進黨厲害就在這個地方 他2025年 20%都會跳票 結果他現在跟你講什麼 我2030年我要30% 他就講得出口啊 你聽不聽得下去不重要啊 反正我先騙啊 我就說大話啊 對不對 我眼前的都做不到了 都已經落後那麼一大截了 可是他先把你喊出來說 我未來要做更多 就像蔡英文講那個 25萬戶社會住宅 我們那個明明做不到了 賴靖德更厲害 我加碼我要變成什麼 100萬戶 就民進黨很喜歡在一個 他明明已經做不到 而且被拆穿的事情上 他去加碼 所以你今天回到說 今天經濟部長 一開口就說100億多店 我出 人家質疑他說 奇怪了 那你現在這100億多店哪裡生 他說那是因為以前經濟部長不是我 像這一種所謂的民進黨官司的話術 講白話是什麼 反正吹牛皮不打草稿嘛 吹牛皮不用負責任嘛 那大法官 尤其現在大法官的憲法解釋 我的底氣啊 因為大法官都說說謊沒事啊 那說謊沒事說大話更沒事嘛 不然我我視線哦 對對不然我視線 黃仁勳希望能夠有100億度的綠店 官員那是一錘定音說 黃仁勳敢要政府就可以給 好啦 先不論台灣目前最多其實只有270億度的綠店 那台積電呢 其實買走其中將近的這個七成 再加上其他的大企業瓜分之下 真正進入市場可以貿易的綠店只有17億度店 那麼卓奎說啊 到了2030啊 綠店的占比還會提升到30% 所以呢 那現在呢 這個不是現在這個沒有達標啊 就代表說以後一定做不到 但是呢 張祺凱就質疑了 現在的綠店也不過就270億度電耶 結果經濟部說 2026的綠店可以發出550億度電啊 那等於是直接翻一倍啊 你是撐竿跳嗎 好啦 政府向黃仁勳招手呢 等於是讓兩大廠商就瓜分掉大部分的綠店了 那民進黨呢 又硬是要關掉核電 中小企業不就代表以後真的是完全搶不到綠店了嗎 也用不到任何便宜跟低碳的核電 不就是都只能夠買又臟又貴的火電 被課碳稅嗎 難道在這個民進黨的眼裡 中小企業被課碳稅只能夠自認倒霉了嗎 立文怎麼看 黃仁勳很聰明啦 事實上當時在台灣的媒體掀起一窩蜂的黃仁勳熱的時候 我其實就相當冷靜的認為 這未來可期待性非常的低 為什麼黃仁勳自己也講了 當他掀起一波蜂巢之後呢 大家對黃仁勳有了一些幻想跟期待 所以呢黃仁勳很聰明 他就告訴你說 除非你給我100億度的綠店 所以他就開出來一個對台灣來講 是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務 非常聰明的婉拒掉了 告訴你不可能 那麼他提出來這麼高的一個門檻 你說他是故意為難呢 或者是他不當面的回絕你 所以這個人是一個公關高手啊 然後呢反而是讓你自己台灣知難而退 那我們的這個經濟部長 我們的行政院長就很有趣啦 說是啊現在達不標 沒有辦法達標不代表以後不能達標 重點來了以後是多久以後 以後是明年嗎 還是十年後 還是三十年後 這個影響太大了 你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 而且可以讓大家看得見摸得著的 誰是250嗎 這麼重要的科技業大佬 他會這麼的天真 這麼的這個愚蠢的 就來做前期的投資 就來做前期的規劃嗎 政客講話騙選票是一回事啊 對於這些企業大佬他要來做投資 他可是真刀實槍的 會做好所有的評估 他才有可能來做投資啊 你現在在虛無飄渺雲霧之間 根本不著邊際的 你認為誰會把台灣政客 講的話當回事呢 你做不到也就算了 你連你自己的公信力也把它賠進去 然後把自己完成一個笑話 再回過頭來講 我們真的有了100億度的綠電 要全部給黃仁勳嗎 這樣合理嗎 不就講了 現存在台灣的高科技產業 只有高科技產業而已哦 還不要講台灣還有很多別的產業 都要用電哦 高科技產業本來就是一個 高耗能的產業 生吃就不夠了 你吃飯後吃飯 台積電等 都不夠用了 每年哭每年叫 每年見蔡英文的時候都要講一次 每年都得不到答案 所以現在台灣的高科技產業 都沒有辦法餵飽了 你還在說什麼呢 尤其大家在講這些真的很沒有嘗試 你知道 要算力中心需要多少電嗎 光是半導體台積電的高科技產業的這種高耗能 台灣現在就已經付不起了 更何況是算力中心啊 聽到這四個字 所有有一點點嘗試的人都知道台灣就是三個字 不可能啦 做不到 為什麼 因為沒有這麼多的電嘛 那以台灣這樣一個小小的海島 在能源上極稀缺的一個地方 我們要把所有的資源投注在高科技裡面的算力中心嗎 這一聽也知道不合理啊 所以你今天有多少的能源 我們未來又能夠製造提供多少的能源 然後這些能源要如何配比的分配給民生 分配給工業 工業有高科技產業 有傳統製造業 我們的製造業很厲害的 我們有非常多的世界隱形冠軍 獲利率齊高 而且提供大量的工作機會 隱形冠軍 顧名思義 就大部分的人其實都不認識 可是在台灣多少這些全世界頂尖 前三名的隱形冠軍製造業 他們都不需要電嗎 只有高科技業半導機業講話才是話嗎 就如同我剛說的 高科技產業也分很多啊 我們需要做數據中心算力中心 但不可能是把100億度的電給算力中心啊 所以我才說 第一個 不要配合黃仁勳做無謂的幻想 我們要很務實的 根據台灣的條件 還有台灣的需要 來做規劃 但說到底 沒有電什麼也不用規劃了嘛 對不對 核電已經是歐盟認證的綠電 再講一次 發電量最大 最便宜 最安全 最乾淨 第一名 就是核電 我們偏不要核電 你綠電在台灣再怎麼厲害現在 10% 目標20% 遙遙無幾啊 遙遙無期啊 根本就是海市甚樓 但是呢 重點是我們高達80%的火力發電 極其污染 然後又要靠天然氣 又這麼貴 最貴的發電 怎麼算都是非常的不划算 不合理嘛 所以我最後禁告 如果卓榮泰說我們現在達不到 可是我們未來能夠達得到 唯一的辦法就是靠核電 那也可以 如果大家這麼信黃仁勳這個名牌 就拿他當階梯吧 就拿黃仁勳當理由嘛 為了黃仁勳來台灣投資 重啟核電 因為這是唯一的答案 不過最近美國大選真的是進入了倒數階段 那麼川普又在頻頻的放話 嗆台灣是晶片小偷 當然是引發了軒然大波 甚至是呢 還一度重創了台股 那麼昨天呢 郭智慧部長在立法院就被問到說 那你贊不贊成川普的說法呢 政府是不是應該要澄清一下 來力挺我們的晶片產業 結果經濟部長怎麼說啊 他說川普又沒問我 好啦當然呢 現在正值美國大選期間 所以郭部長說呢 這個沒有辦法對這個選情多度評論 也是沒有錯啦 但就算是川普沒有來問過台灣 可是我們的官員難道不清楚 這個說法對於台灣的產業 對於外國來台灣的投資 會有多大的影響嗎 你真的都不需要澄清嗎 郭智慧說 如果大家支持護國神山 那就要支持台電到處去蓋電廠 力挺台電 就是支持台積電 那大家都會支持我們的護國神山 是沒錯啦 問題是最近到底是誰在反對 台電蓋電廠呢 不就是綠營的自家立委嗎 反對在綠營的執政縣市 來蓋燃氣電廠 重光電不是嗎 難道是現在民進黨要 帶頭來反對台積電了嗎 孟凱瑋怎麼看 滿俏皮的喔 這個郭智慧 在國會殿堂上面講說 川普又沒來問我 你是覺得是說川普 也要像我們立法委員一樣質詢 然後在國會殿堂裡面跟你面對面 你才要回答是嗎 我覺得拜託一下好不好 當任何世界上有影響力的人 講出說台灣是小偷這句話 我們主管經濟的官員 難道不用去反駁 難道不用去回應 難道不用以正視聽一項嗎 不然如果說這樣子我們都悶不作聲的話 會不會久而久之就真的大家覺得說台灣是小偷 台灣是小偷 然後就信以為真 或是視視而非了呢 當然美國大選還有十幾天 也就要有這個結果了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的是 告訴我們所有國際上的社會的現實說 台灣發展半導體也不是一年兩年的事情 是過去到現在長久以來 以及我們的經濟我們的科技我們的專業 而讓現在值世界半導體是牛耳嗎 絕對不是說我們偷誰的工作或偷誰的工作 所以不要我們的官員看到美國自己就矮半截 看到美國腰桿子就停不直了 我們說異地而處 如果說今天這句話是其他國家講的話 甚至如果說這句話是中國大陸的官員講的話 你看民進黨怎麼撿到槍 你看民進黨怎麼樣變戰狼 你看民進黨怎麼樣全部大家都票起來 所以事情對錯與否 我絕對不是看顏色或是政治立場 這一點是我們真的要要求政府官員要做的事情 再來啊 反對的 沒有錯啊 不就是反對的 就是那一些台南的那個立委嗎 甚至上個禮拜在總質詢的時候 還有台南的立委在直接總質詢的時候 拍桌子跟卓榮泰跟經濟部長嗆聲不是嗎 那幾個委員聽說好像都是所謂的賴總統子弟兵 聽說好像都是所謂台南市長很有可能 民進黨2026年的提名人選 那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他們會跳出來來反對呢 不就是他們也知道說 有些東西是鄉親沒有辦法接受 有些東西是真的會讓民眾的生活感到非常的痛苦 譬如說光電板 光電板會造成熱倒效益 所以在夏天的時候雖然很熱 但更重要的是它反射之後 會讓周邊的生活變得溫度會更高 還有光電板如果種在這個農地上面的話 其實會到我們的農田 也就變得沒有辦法使用 更有人講啊 20年後的光電板何去何從 這些都是問題啊 這些都是現在 雖然還沒有馬上直接面對 但是未來可能都要面對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很多鄉親已經開始反彈了 很多鄉親已經了解了 很多鄉親已經知道了 不能一味的跟著錯誤的能源政策走啊 那燃氣更一樣啊 火力發電現在幾層 八層 甚至有人講說 因為核二廠的 核三廠二號機稅修之後 所以你如果說晚間光電沒有了 風力也沒有的時候 有高達九層九層五 都是全台火力發電 這才是真正讓人民用廢發電 大家會覺得恐怖的地方嗎 觸目驚心的地方嗎 所以民進黨政府真的不要告訴我們 我們是說啊 你反對重電 反對蓋電廠 你就是反對台積電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你民進黨的官員 你民進黨委員 你自己先檢討你自己吧 最後 2025 20 30 50 非核家園已經跳票了 這個是經濟部長在經濟委會說的 20的再生能源達不到 現在他又在跟你畫一個大筆 2026年說要有550億度的濾電 我們就問怎麼來 那還有2030年說現在又設下一個目標 是再生能源要30% 變燃煤只有20% 50的燃氣不變 但是再生能源30% 那從2025到2030 你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是可以多增加突然間從原本的跳票 變成2030變30%的濾電 除了廣設太陽電板 除了廣插電機以外 你還有什麼樣的方式 但更重要的是 你哪裡還有地可以設太陽電板 哪裡還有風場可以設這個風機 所以你如果說都只是用畫大餅的 那真的就是告訴人家講是說 你根本已經心不在這個經濟部長的位置上 所以你現在可以亂開空投支票 反正到最後對現在不是我 所以我們剛剛節目下面講了 難道官員都是皮卡丘嗎 就是如果說我沒有任何合理的一個發電方式 那到最後怎麼樣 是官員會自己發電 用愛發電 所以扯回來講 我真的覺得很遺憾也很難過的事情 當我們在看到 不管是行政院長 不管是經濟部長 不管是我們討厭能源政策的時候 這應該都是很務實的科學 數字算出來的 但很遺憾的是我們現在的經濟部長 我們現在的行政院長 都只是空頭說大話 空頭畫大餅 最後我只講一件事情 大家靜下去思考就好 能源真的是選擇 能源真的是我們都要面對的 台灣一年3500億度的用電需求 我們現在也不要核電 以民進黨現在來講就不要核電 我們說要燃煤 我們說要燃氣 發電成本就比核電貴了兩塊到三塊 更不要講再生能源 我們只講說貴兩塊三塊的話 一年3500億度電 一度電貴兩塊 我們就是要多支出7000億的公務預算 民進黨說明年我們要用公務預算 2000億撥不給台電 即便2000億撥不給台電了 你還有5000億的缺口哪裡來 不都是到最後是全民買單嗎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思考一下 錯誤的能源政策 不是跟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 不是只是民進黨他們來去承擔 而是到最後受苦受害受累的 還是全民買單啊 李旺還要買單一個是百分 GDP的百分之十 要拿去給美國買軍購呢 好啦你看不管是川普說 台灣是晶片小偷 還是說這個AIT的官員鼓勵言說 台灣缺水又缺電 才導致台積電被迫到美國去設廠 這樣的言論 在國際上對台灣的名譽其實是不好的 可是我們的政府也沒有去做任何的 這樣一個大外宣來幫我們澄清 只是打包票說台灣的綠電一定足夠 但問題是一邊說綠電足夠 結果郭部長說呢 我們要到菲律賓去種綠電 再拉海底電纜把電送回台灣呢 哀哄這是天方夜談嗎 那你為什麼不用大陸的綠電 露電東送不是更快嗎 國台辦被記者問到這個問題 有了回應他們說 台灣經濟發展面臨缺水缺電的難題 本可以通過加強兩岸的經濟合作 深化發展來解決 結果在民進黨的政治操弄之下 導致了台灣缺水缺電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民進黨是把這個非核 視為他們不可撼動的神主牌 但各位想一想 如果說今天兩岸關係 真的是比較熱絡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機會 就可以使用大陸的綠電呢 老百姓不用像現在 又要付高額的電費 然後要用骯髒的火力發電 甚至還得要擔心說 我開一個冷氣吃個火鍋 會不會跳電 會不會就沒電可以用了呢 董哥怎麼看 民進黨政府從蔡英文到賴清德 就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詐騙集團 天天騙 黃人金可沒有那麼笨 台積電 魏哲佳 他都要講 我們台積電在全世界各地做 電費最貴的是台灣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這些 比較山西相關的產業 他都要用綠電 綠電特別貴 所以你聽他這樣講 你就會發現 原來民進黨都在騙 過去蔡英文怎麼騙 2017年拉著林又昌的手 告訴大家 過去30年基隆都沒有建設 林又昌要尋求連任 我花80幾億 要蓋基隆的輕軌 2022年年底 就可以從基隆到南港 各位現在2024年 明天就萬聖節還在講鬼話 什麼都沒有 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不可能你們連一產的土都沒有在施工啊 現在他們馬上又開始進行大片數了 告訴我們說 我們已經提升為捷運了 用一個更大的謊來研謊 就像現在講 2030年 我們就會有30%的利電 要是相信他的 那就是你就會上當 我們知道平常專門講鬼話 有些本來在業界不湊的人 進入了政府 然後就變成了痞子 郭志輝就是一個非常鮮明的例子 他本來對核電也有一些憧憬 結果現在來的 你可以看到 每天在講那些騙數之話 所以你今天會發現 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鼓勵員首講的就是電 那電問題在哪裡 其實美國在台的商會 美國商會 歐洲商會 每年他們開會 給我們政府的報告 檢討 建言 第一項都是提到台灣的電力不足 我們電力為什麼會不足 因為民進黨 是把整個人員政策 當作一個撈錢的手段嘛 所以我們封電 被歐盟一撞告到世界貿易組織 我們跟世界貿易組織 有這麼關係的密切 而且跟歐盟也搭上關係的 既然是被人家告啊 你看的真是意外吧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台南為什麼會有88槍 為什麼台南人講他們有兩個太陽 因為到處是太陽冷板 然後照到自己的家庭 整個就熱起來了 所以你們越涼快 老百姓越熱 你只要到旗鼓去看 遍地都是太陽冷板 這像一個 一個農業或者水產 很有名的地方嗎 所以今天看到這些人 看了就是很氣啊 前天 李國頂科技基金會 他們頒獎頒給了 台灣最有良心的企業家 鄭崇華 他是台灣最有良心的 那他講了一段話 因為記者問他嘛 記者問他說台灣沒有電 那怎麼辦呢 那說 將來做很多AI怎麼辦呢 鄭崇華 他講什麼 我亮給各位聽啊 他說其實我們就是非要用核電不可 全世界各個國家都知道 核電是最經濟也最安全的電力 我們要趕快把核四拿來用 如果再偷下去 外商就不會像過去那麼積極來台灣做生意 因為你電力不足 那電力不足 本來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啊 他舉個例子啊 他說過去新加坡政府 因為剛剛建國嘛 他就推動 交易程度高的朋友 或民眾都生小孩啊 那官方認為說 因為你們家境比較好 照顧小孩 小孩就可以 好的環境 對國家的貢獻就比較大 結果那些貧窮大眾就開始罵 那你看不起我們啊 你沒有考慮到這些人的觀感嘛 所以新加坡政府下午 馬上宣布說我們這個 這個政見我們不推動了 那為什麼 鄭從華所要講的啊 他說什麼 因為我們喔 有錯誤的決定 我們就要趕快更改 那你明天講的 決定是錯誤的啊 你不用核電 可是你們死爆神主牌 讓台灣 就變成要用很高的價格 來買立電嘛 所以台電一直虧損到四千億嘛 那大家今天看到的情況就這樣 為了一個錯誤的政策 他說新加坡政府他 政策錯誤他馬上改 老百姓沒有罵他啊 認為說你有錯誤改又何謊啊 是不是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民進黨政府 他死爆了這個錯誤政策 他其實背後的生意這麼喔 背後的用意就是 但是我們民進黨我們的樁腳 我們的相關的產業 我們一起來撈錢 用一個光明正大的利電 然後來撈錢 所以最近他們又說 又發現了一個 一個台灣還有一個東西 可以用來做利電 是什麼呢 地勒 現在又冒出一個地勒 哪裡又地勒 又要開始發展了 大家拚命來撈錢 這個政府什麼本事都沒有 撈老百姓口袋的錢裡面最快 真是讓人家覺得不可思議 這種人還有人在挺他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謝謝